早中將 我們來了 走了Q VIP 看有沒有 今年是VIP 我來第四年了吧 每年都有來 學姐妳好 我今年第一次 別這樣別這樣 第一次表現得很好沒有啊 才剛開始而已 今年呢 我們要關注的主題是健康服 大家到底有沒有手機成癮症 有沒有要去看醫生 或者是樂界的情況 好像台灣人平均 一天使用手機是兩個小時到4.8個小時 大家可以心裡有數 這是一個平均值喔 我自己是兩小時 妳也太短了吧 妳知道我幾小時嗎 我7.5個小時 一天7.5小時欸 妳在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其他YouTuber跟我一定也一樣吧 因為每天就會很焦慮 就會滑社群 就是一直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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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YouTuber不是手上哪的相機 然後走到哪拍到哪 吃飯逛街看到什麼都拿相機在拍嗎 哪有時間滑手機 我覺得他們手機的使用時間 應該低於平均才對吧 我覺得不是這樣 這道理是怎樣 是吧 我們現在就要去彩包了 首先我必須要說我覺得今天最好看的就是妳的那一段秀 對 謝謝 超好看 我太好了 浩龍不是走地獄路線嗎 今天怎麼這麼好看 有點故意啦 故意就是沿上一波 今天超棒的 感謝你們感謝 那我們今天的採訪 我們是要來看YouTuber們有沒有手機成影的狀況 因為對方你會想粉嗎 想梗啊 會參考很多網路資源什麼之類的 會嗎 我覺得我有一點耶 我有一點嗎 而且我玩手遊 喔 那我可以期待一下那個數字了 好 今天就是想要問兩位 有沒有手機成影 這很棒我有喔 是不是要去治療一下 我有 他超誇張 我哪以為我已經很誇張 我看妳多少 我7個 7小時 他7個小時 然後說我8個小時誇張 8小時 然後剛剛有一個9小時說我很誇張 9小時 為什麼 接收資訊 我們在工作 妳在工作 我們在回覆那些酸米 最近其實也在調整這個問題 8個小時 8小時 欸 進步了 你原本是 我原本大概12個小時 今天請到一個神秘嘉賓 我們請到LINE的台灣執行長 Roger Roger可以跟我們那個觀眾打一個招呼 嗨大家好 我是LINE的執行長Roger 3個小時 超短的 就像我們剛剛就是採訪那些YouTuber 他們的平均時間都有多長嗎 就是都8、9個小時起跳 然後還有10多個小時 應該今天馬上要頒獎 很多人都還在刷自己的影片 對 哇 其實很普通 8小時嗎 用8小時16分 OK啦 OK啦 我們剛剛有看到有11個小時左右 11個小時是不是就是代表睡覺以外 基本上都在刷手機 OK 4個小時19分 很少 這樣很少啊 對 而且我這個禮拜有比較多 因為我這個禮拜 我都在玩一個我業配的遊戲 叫Marvel Snap 所以這個禮拜還比較多 它有多一倍嗎 不到一倍了 不到一倍了 在我身邊的是奎丁 嗨 你好 我們兩個身高 你配合我 對 沒有啦 好 謝謝 8小時29分鐘 算多耶 你們都很久耶 你知道台灣人平均使用時間是2小時到4小時而已 那我超過1倍耶 超過1倍 超過1倍以上 你偏少耶 偏少嗎 對啊 剛剛訪過Youtuber大概都是8、9個小時 沒錯因為大家都網路成癮嘛對不對 大家都有病 8小時 生病了吧 但我剛換手機也會保存嗎 3、4天前 可以可以可以 3小時51分 沒有啦我們都在台上走來走去 所以可能 我們是步數會很高的人 Instagram2小時 網頁然後Youtube然後Line然後照片12分鐘這樣 Line然後第二個你猜是什麼 蝦皮購物 蝦皮購物 蝦皮購物是什麼一回事 常常買需要的東西 我確認你現在厚到的眉毛 蝦皮可以逛到1小時、2小時以上 超誇張 那是不是大家都是IG蠻多的 我會在IG上面回粉絲的留言 這個蠻多的 因為很多人會問說什麼 這個就蠻花時間的了 超多 好Line是第一名啦 就是Line是第一名 Line第一名用了兩個小時25分 然後Netflix第二名 然後第三個是Facebook 因為蠻多事情在Line裡面就做完了 對我們就是來圖形檢查 看你第一個使用最高的App是不是Line 你看就我剛剛講的啊 這是你看業配的那個遊戲 然後第二名是YouTube 第三名是Line 然後Messenger Facebook 超正常的一個使用的一些App Instagram YouTube Line 對 單週 也是五個小時 你很平均耶 而且你是YT看最多耶 對啊 YT Line Facebook 沒錯你們說的非常有道理 因為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這是真的就是真的 完全不開玩笑 而且我發現你們用最新手機 最新相機耶 對啊 哇 這麼好 每天平均拿起的頻率 268 算高嗎 中天高 中天高 對 每次拿起來用就算一次 拿起的頻率 我206 我188耶 我這樣比你們多很多 我有254 你一直用手機 一天拿起來多少次 153次 你說這樣子這個動作 拿起來使用 153算高嗎 你們有看嗎 我50次 我拿起來的頻率總共 63次 你很低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關掉 代表我單次使用時間很長 是 也很少耶 97很少 97次 因為我剛才在後台就是 怕忘詞 我一直拿起來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然後才97 好健康喔 好棒的結果太好了 平均拿起手機的頻率 一天會有234次 今天比較多 怎麼樣今天是 看一下看一下 沒有今天典禮很好玩 我只是看一下時間 想說喔 原來他們可以租這個場地租這麼久 你有覺得自己有手機交流嗎 好像有耶 好像有 你會想在哪裡 隨便拿來一直找手機去 覺得就是每分每秒都要拿出來 check事情 還好 就像是我今天到現在 就是我今天用的時間比較少 你要在工作我就不會用手機 現代人用手機 這是很合理的事情 現代人用手機 就像以前的人看書一樣 因為我現在有電子書你知道嗎 你都在購物耶 對你都在購物 你什麼 我覺得我沒有啊 我都在工作 我工作了它可以有錢花 好我們在工作 好請問你這樣的辦法是什麼 盡量不要去用的 其實沒有辦法 喔我推薦給各位有一個 Chrome的插件 或者Opera也可以用 嗯 它叫crackbook 嗯嗯 然後那個插件就是 你可以設定任何你想要的網站 然後你每次開那個網站 它都要強迫你等10秒 或者更久 喔 然後你每次都要等 你就會覺得幹我不想等 直接關掉 然後就養成習慣 對 就乾脆就不傷了 對 你是有特別調整嗎 還是其實每天頻率差不多就這樣 沒有星期六我想留一點時間 做其他的事情 大家都要學習Roger這樣 健康生活放下手機 謝謝 謝謝 ụCA 你真的練很久我那天 我超常訪大蛇玩的 我練這動作練很久的 到底是YEE alle 然後結果他身邊都超多人 要不然就不在現場 我覺得今年規模就是 以我參加四次來講 真的非常的正式 看到這麼正式的場合 然後再加上今天有觀眾在現場 我覺得身為創作者 就是心裡的感動 我覺得會是一個蠻不一樣的層次 妳要哭了 欸 剛才那個誰 阿翰就說阿翰 看展丁姐也可以說 就是她想要用她的影片 記錄台灣國語 因為台灣國語總有一天會消失 然後我就好瞬間 就好感動 對 我覺得今年就是很棒耶 然後發現就是 Youtuber其實 大概也沒有像我們 手機成員的那麼嚴重 但是我覺得時間偏長 但是有些人 就是他有刻意的在維持跟降低狀態 好吧 我猜錯了 耶 我贏了 頒獎杯給我 這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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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頒獎 我再一次 一 二 三 耶 各位觀眾 歡迎來到我們電踏少女 終於讀到大蛇丸了 直擊你的手機的螢幕使用時間 看你有沒有網路成員 其實我不太看人家的影片 真的假的 因為我很怕被影響風格 因為我只能看著看著就被帶走 今天 還好耶 每天平均五個小時 很少耶 39分嘛 LINE Facebook 人者必須死 哎呀 那是 那是我們一個 一年前有一個很好的廠商 他在我業配 我就欸 這遊戲可以 玩到現在 玩到現在 人者必須死 然後 Instagram 等一下你不要再往下 我怕什麼東西跑出來 他前面都很正常 對 他都在LINE 然後就是在打屁這些 對 就看個電影看個劇 五個小時39分 這個算是 以我們剛剛採訪YouTuber來說 蠻低的 蠻低的嗎 我是偏低 可能是因為我最近比較忙的關係 沒有辦法就是 現在就是Enjoy在真實世界 交培的部分 對 很重要 106也還好 也還好 106 還比上週提升了19% 這告訴我們什麼 這也不要比較鮮 哈哈哈哈 走一個身體健康的路線 對 因為時間在感空嘛 眼睛看手機太多了 真的會有差 欸 我覺得看手機是最傷的 疫情後因為都在房間裡面 然後看手機嘛 一出來我感覺 整個世界都朦朧了 看不清楚嘛 明明想說要去處理一下 結果感覺 欸 好像世界有些東西 看不清楚還比較好 我們現在就是 可視範圍100公尺內 我都OK 現在我現在就可以 很綠耳的看到你 讚 電單少女舒服啊 YA 今天健也 OK吧